现在中国中央已经定调赖销是毒上加毒的人 他不会说比国民党好上十倍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懿的影片的散播的方式跟他的范围很快 在台湾在年轻人的网络媒体在各种都已经看到 他散播的那个管道的方式跟中国网军攻击台湾政府 在过去的一两年几乎一样的模式 换句话说一条管道 是跟中国官方有关的 所以我们就认为李懿这个影片很可能是钓鱼 背后会有一些接续的中国戒选的动作 举例来说我不必去议测 可是我们一定会防备 举例来说 不合理的赌盘的出现 各位都应该理解什么叫不合理赌盘的出现 就是用高额的赔赔偿金 来赌国民党剩多少票 然后来吸引这个选票的移动 再加上新一轮的评论 好的我们听到姚立明提到了 目前台湾年轻人媒体都碰到了中国散播影片 有游钓鱼的方式散播管理方式 跟过去中国网军攻击台湾的手法是几乎一样 因此他们提出 如果未来碰到这种状况的话 那么检举奖金最高有两千万